最有心的影视人物分析 最独特的影评剧评交流 近些年 以满清皇室为习台的影视作品不计其数 有较为接近历史的正剧 有凸显朝堂风云的全谋剧 有刻骨明心以爱情为主的古偶剧 还有最为大众津津乐道的宫斗剧 满清的十二位帝王 一个部落都被搬到了大小营坪上 满清的后妃们 像孝庄 西妃 真妃 慈禧 宫妃 贤妃等 也被拍摄得差不多 今天咱们小小的总结一下 欢迎补充一 努尔哈赤 太祖密使二 黄太极孝庄密使 独步天下 江山风雨晴 清宫风云 一代皇后大玉儿 美人无类三 顺至少年天子 清天衙门 得个要出嫁 多情江山 侠女洞小晚 四 康熙 康熙大帝 少年康熙 康熙密使 季末宫丁约丸 天子秃隆 看细微福斯坊记 目顶记 康熙请索金殿 黄太子密使五 雍正雍正王朝 步步惊心 江湖旗狭转 一位当官 称文转 宫所心欲六 乾隆乾隆王朝 天下粮仓 宰相流罗多 戏说乾隆 香妃与乾隆 舒简安愁怒 桓珠格格言细攻略 竹一传 铁齿铜牙继小兰 江南京华梦 梦断子进城 宫所连城 郎氏宁 龙珠传习起 嘉庆少年嘉庆 嘉庆游台湾 少年宝亲王 大清后宫 金之玉涅巴 道光鸭片战争 万皇之王 大清后宫九 咸丰一脸有梦 少女慈禧 戏说慈禧 腰顶 同志慈禧西行 十三哥哥 宫亲王 妖妖 光绪苍穹之马 庚子风云 德灵公主 妖二 宣孔末代皇帝 末代皇妃 非常功名 末代皇帝传奇 最牛的是满清十三皇朝 宫一百五十五集 描写了奴尔哈赤 建立的后经国 与清朝共使二位皇帝的故事文 于余余九月十六日整理 图 网络新山